大家好 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期视频的话 今天天气确实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时间 然后出来带大家看一看 那么今天的话 我其实想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像老城 或者说小邦公园 或者说是到新市区的市中心 后来想了一下 要不这样吧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大家确实有很多人 对波兰的高校非常感兴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期 我们再做一期高校的 应我之前一期视频的承诺 我们建了一个波兰的留学生群 那么大家可以相互探讨一些申请 以及签证方面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华沙大学 那么前几期的话 我们有一期视频是介绍了 华沙理工大学 那么大家的反应还算是不错 然后很多人也说 要不去看一下华沙大学吧 其实我以前就有做过 关于华沙大学的视频 只是说可能时间比较久了 很多人也没有专门到主页去找这些视频了 那我们就再做一起 我现在过去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像我这样一个单车 那么它是就有点类似于国内的共享单车吧 也是可以租用的 然后费用的话也不是特别的高 比较适合这种是一到两公里的短距离的通勤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原来小的时候 就这种什么 社学文化工一样的 然后主要还是学生和小孩来这多一些 成年人其实自己的话很少会来 除非是带着家人 那么这两天的温度还不错 今天的温度差不多二十三四度的样子 穿短袖稍微有点凉 但是穿长袖的话又略微有点热 那么华沙大学我之前有说过 它其实是分为三个校区的 那么我们常提到的主要是市中心这个主校区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到主校区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地方 霍兰的共享单车 然后因为它离市中心比较近 所以这个地方交通比较发达 然后也比较繁华 游人比较不危险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地方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博物馆 但是具体什么博物馆我也不太清楚了 然后我正前方的地方 就是华沙大学的图书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号称是欧洲最大的屋顶花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等会就到上面去 我们等会就到这个上面 去看一下河对岸的景象 现在的话 其实学校应该是都已经放假了 那么 而且这边的话 很多企业的员工也已经开始休下假了 以后有机会 我们专门抽一期视频 讲一下这边的休假 休下假 但是学校还是正常开放的 不影响我们去参观 我自己的话 过两周也要休假了 差不多修一个月左右吧 还是比较爽 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那么图书馆本身的话是需要有学生卡才能进去的 但是周边的比如说咖啡厅啊餐馆啊这些都是不需要可以随便进我们这边有个餐馆啊不开门 那么可能因为放假的原因吧 所以说餐馆已经关了 这边其实有一些画展到我身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画展的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有一个Costa的咖啡厅 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里边就是图书馆 暑期其实有很多这种学生就我说的就是中小学的学生来这边参观就跟国内一样的大家也是暑期很多旅行团 就带着学生去参观一下这些高校 然后给树立一个梦想 以后有机会的话 看能不能到这边读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进到这个花园里边来了 它其实这个屋顶的花园还是比较大的 主要的部分还都是在学校图书馆的屋顶上面 这个地方很多这种小虫子 很多的小虫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有点像东南亚的这种建筑的风格 天呐 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戴了一个眼镜 看一下我前面吧 这样的话可能是顺光 这个风格是不是很有点东南亚的这种风格 然后它比较有名的还是这个屋顶花园 这个都是新家的 原来都没有 它比较 大家看一下吧 它的这个屋顶花园号称是 欧洲这边最大的一个屋顶花园 当然了 屋顶花园顾名思义嘛 就是把花园建在屋顶上 实际的就是在 华夏大学的 图书馆的屋顶上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很早以前是可以进去的 后来 全部都封死了 因为就是因为游人太多 有很多游人从这个地方悄悄地跑到图书馆里面去 所以后来就把它完全封死了 那么现在就是图书馆 然后我的这边就是左手边 是华夏穿穿而过的维斯珀河 然后右手边的话是老城的城区 所以说华夏大学其实它所处的位置还是挺不错的 终于登顶了 看一下 今天天气确实还是不错的 夏天有点微微的有点热 但是又没有那种爆热的感觉 太阳晒的还是很舒服 其实华夏大学校区所处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边就是老城 然后前面是新城区 从这的话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华夏的科学文化工的 也就是说这边离老城的话非常非常的近 走路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不到就可以到了 现在我们去那个天台 天台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人可能比较多一些 看一下能不能排上 但这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人多是人多 但是很少有那种排队排一两个小时的 旁边这边应该是一些学生 暑假暑期的学生在这边 等会吧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 看一下图书馆里边 暑期还是会有学生在这边待的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多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学生 那么学生一般暑期做什么 有些的话可能就在这边学习 但是更多的这边的学生 还是会在当地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然后赚一些自己的零花 或者说是学费 或者说是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可能就会选择到周边的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 他这个脚底下是完全悬空的 所以说捧高的可能上来还是会有多少 会有一点点紧张 到这边的话基本上可以俯瞰到整个的Vistra 所以说还是挺多人来这边观光的 尤其是像这种夏天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游客就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们继续来走 边走边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华沙大学的一些信息 在这个地方我做一个广告 如果说后续有来华沙大学读书的 然后想给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 在这边生活学习的经验和经历的话 那么可以联系我 可以在视频上我们专门做一期视频 前几期我在讲华沙理工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过 说波兰这边秒杀俄罗斯 当然了这个完全是为了蹭热度的 其实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比性 整个的形态还有教育体系结构 虽然说相似 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 那么华沙大学作为波兰综合排名第一的大学的话 它还是有很多专业是不错的 等会我细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它在整个全球 现在是2019年 那么它在全球的排名是排在300多位 但是它有很多强势的专业 是排在前100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仍然会选择 波兰华沙大学的原因之一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是谁了没有 华沙大学最近的一个宿舍 离这儿是非常的近的 可能走路也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那么大部分宿舍的话 还都是散布在华沙的各个地方 所以说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所以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这边的话宿舍在哪个地方 那么其实挺难回答的 因为宿舍分布在各个地方 我们找个坐的地方休息一下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未接的来电和邮件一类的 还好没有什么重要的邮件 那么上回的话我就是因为错过了政府部门的一个电话 结果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还是自己跑到那边去 然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非得九牛二虎之力 真的是九牛二虎之力 我觉得都十牛九虎之力 我后面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办公楼 然后一般的话是不能随便进的 然后因为它现在其实真正的教学区已经很多都从这边签出去了 签到新校区 因为新校区的话毕竟占地面积会更大一些 然后也有更好的这种设施 那么这边的话其实很多都是象征意义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教学楼在里边 那么等会的话我们现在就往老图书馆 也就是它标志性建筑之一的这个建筑去走 我刚才开门的时候我都以为这个里边已经全部都锁了 结果后来还是进来了 算是很幸运的 这就是它的教学楼里边 教室都已经锁了 肯定是进不去了 大家大概看一下吧 外观看上去它其实是一个老楼 里边都是后来又翻新过的 今天真是人特别特别的少啊 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这边教学区这边的话 就没有什么人过来了 因为我上回拍的时候其实是open day 也就是说开放日呢 当然是人特别的多了 这个人少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 哇这个地方好烫啊 我还是和这哥们一块照一个项目啊 我上回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之前的话我说了华夏大学有很多专业 还是在这边是不错的 尤其世界排名也还可以 那么呃这些专业的话主要是呃 金融类的 然后嗯国官还有英语 知己类 然后这两年的话新兴的专业 比如说像 我把它打过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光线会好一些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 那么大数据分析是这两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基本上在这边如果说你能正常的呃把它学下来的话 呃就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呃同样的话像心理学这种呃 呃华大的一个整体排名也是在全球前100呃 呃排名还是不错的 这几个专业 那么大家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呃华沙大学是否好申请 那么另一个的话就是呃 申请到之后读完是否好毕业 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话其实是呃相对来看的 申请的话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条件呃 差不多达到要求申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基本的条件比如说像呃具备呃本科学历 然后能够提供了本科的一个毕业证 然后本科呃成绩单 记点差不多在呃三分左右吧 最好是三分以上 那么雅思的话呃达到语言的B2 那么可能有一些专业会要求达到C1 那么再来说一下呃毕业的情况 那么正常的话你只要是呃认真的学习 然后毕业的话不是特别大的难题 但是呃越好排名越好的学校毕业 肯定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说呃毕不了业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 呃我知道的话有些学生觉得申请到就万事大吉的 然后这几年读书的时候也没有好好读的这种 是有毕不了业的 而且有一些比较难的学科的话呃全班挂科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呃国外的大学和国内可能不太一样 呃他的话还是实施的一个宽禁延出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呃 在申请的时候都想着我一定要申请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这样的话呃跟亲戚朋友说出来也感觉背有面子 但是其实我的忠告是你在申请的时候要考虑的一点 就是将来能不能毕得了业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如果说你读了几年没有办法毕业的话 这是很要命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挂科了这个问题不大 呃偶尔挂个一两门的话可以补考和重修 这都没有问题的只要再交费就行 但是如果说挂的科数比较多的话 可能学校就会中途劝退或者说是呃最终毕不了业 这种情况你要考虑进去 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回到校园里边就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一个字 进感觉非常的安静 而且整个节奏非常的慢 我记得原来在国内毕业后来呃工作了又回到学校的时候 发现真的是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当然了工作若干年以后可能你又不太想回到学校当中了 这就是人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我看到一个亚洲团好像是学生团学生旅游团似的 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确定应该是中国人 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卡 人很多而且我听他们说话的话应该是中国人 不是应该是中国人百分之百是中国人 这一期关于华沙大学的视频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 好了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住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channel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刚回看了一下视频 我发现没有拍到正门的全景 好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在打卡留念 好这一期视频那么就到这里吧 拜拜 by bwd6